大家好,我是苏玉成,今天谈的主题是,到底如何放下一个人,到底如何放下一个人,底下我想请我的伙伴唐纳带我发言。 人生任何一段感情都会有无法放下的一个人,无论是爱情、心情、友情,总会因为与他曾经的记忆而舍不得。 要怎么放下这个人,必须先承受痛苦,对于很多人来说,想要彻底放下一个人,真的很难,需要时间,需要新开始,更需要强大心理力量。 曾经有多么爱,许中人散的时候就会有多难,尤其是被分手的那个人,更是无法接受那么爱的对方,为什么会离去这个事实? 你都要明白,一切都会过去,该来的未来总会到来。将来的你,还是可能会遇到一个爱的刻骨铭心避人或是破误,在想起这段感情,也不再有什么难以放下的想法。 在彻底放下一个人的过程,有三个阶段,经历,接受,释怀。 经历,在与那个人分离后,过去每一段美好记忆都会在生活中被悔悟,不管走到哪儿,知道什么,看到什么,都足以让你想起过去与那个人有过的回忆。 也,这是每一个失去爱的人都会经历到的。差别旨在于这样痛苦状态的持续时间。 接受,当经历过了一段时间,所有的苦都尝过了,所有的痛都体验过了,苦痛都麻痹之后,就是接受事实。 刚开始的放不下,讲白了都只是自己还不习惯而已,当习惯这些痛时,以前的那些回忆都不再是阻碍。 释怀,当你仍然拥有与他在一起的记忆,但他却已不再是一个时时刻刻侵占你思想的显著而具体的存在了。 到达释怀阶段的你,就算会再打开抽屉,翻看曾经往来的信物时感慨万分,但不再觉得苦痛,也不会亦有空间,脑袋里就被和他有关的回忆占满。 不再每天不停翻看他在社交网络上的更新,只为了让自己觉得一切好像都还没有结束。 当真正的放下一个人的时候,永远都不会是刻意的,而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此但忘掉的。 如果有一天,你觉得一个人,在你的心中可有可无,可去可留的时候,说明你已经彻底把他放下了。 最后即使曾经失去,仍要相信美好的事物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 只要我们仍走在未来的路上,并变得越来越好,不再纠结过去的得失,那美好的人事物中有一天会影响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边。 最简单释怀的方法就是来底下的网址连结,找到和培养一个让身心灵健康的方法或兴趣,您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新鲜与好玩的。 以上是写给在美国的一位友人,Gigi。 最后,请记得按以右下角的加入或订阅按钮,并请按下小铃铛,您才会收到我们的第一手讯息哦,谢谢您。